华强北的苹果12mini现在是什么行情 先咱们来给粉3排一台备用机12mini A14的处理器全面屏5G手机 这款机型真的是堪称苹果手机里面手感最好的一款机型了 咱们看看这台机子的长色 长色还是很亮的 铝合金的边框 绿色也是非常亮眼好看 视角边框咱们都要检查仔细 铝合金的边框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容易粘指纹也不容易留下划痕 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像小区单手握持都是没有任何压力 手感真的是非常无敌的一台机子 现在的新款16系列也是改回了素项排列 所以说兄弟们时尚是一个轮回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机底的屏幕 看一下屏幕有没有压过盖板 怎么看有没有压过盖板呢 看这个听筒网就知道了 像这种过度是非常圆滑的 不是很直那种 而且上面有正常的使用痕迹 这种就纯原装的 如果说你买到一台12mini 上面过度非常的不自然 很直四四方方的 而且也没有一点使用痕迹 那么大概率就是一台压过盖板的机器 这台手机真的是让小区又爱又恨 咱们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手感 但是不得不说它的续航也是真的 有点拉了兄弟们 但是人无玩人机无玩机 像这个12mini它手感还是非常无敌的 买了当备用机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单手握持没有任何压力 拍摄方面也是很好的 咱们看一下它的相机拍摄 它是有两个焦段 广角 伊贝 看一下它的变焦 变焦都是没问题的 再看一下对焦 对焦也是没毛病的 兄弟们看一下视频 视频拍摄很清晰 像我们日常记录生活 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拍照方面成像效果都是很好的 像现在12mini 128国航 在市场拿过价是1500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对焦 看了 谢谢 看了